谢谢 谢谢三位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山东农科频道的节目主持人小超 也要带来他的发现 有请小超 有请小超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我们的同行李莉 她说了这个最让她感动的发现了 那小超 你来说一个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发现 要说起这印象深刻的发现 在我们山东 那多得很 给各位说 一时半会儿还真就说不完 今天咱长话短说 说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昌云军 家住山东平渡大泽山下 各位您知道 这大泽山可是咱们国内出了名的葡萄之乡 没错 他就是一个种葡萄的农民 但是这个种植户可不简单 思路开阔 创新能力强 这十几年来啊 创造了很多葡萄的新品种 也让很多的葡萄种植户因为他挣了钱 发了家 由此啊 他也成了咱们中国的葡萄大王 不仅如此 同时他还创造了咱们中国的一个葡萄大官园 给各位这么说吧 但凡您在世界上能够叫得出名字的葡萄品种 在他的大官园里您都能看得见 并且啊还能吃得着 您说二位说说 这个农民山东农民昌云军牛不牛 牛厉害 今天请来的这位能人不会就是这位种葡萄的大户吧 你看看 还真就让二位略有失望了一点点 给大家说哈 这种葡萄真忙啊 不过呢 在座的各位 你也别着急 小超今天也给你带来了我们山东的另外一位牛人 也是一位山东大汉 他曾经参加过我们山东农科频道的农民主持人大赛 给各位说 人家还是总冠军 农民主持人大赛 而且还得了总冠军 这个人我可一定得见一见 来请 准敬的 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小姐 自我介绍一下 我来自山东省乘武县 背负突镇 离合层 我叫朱孝强 谢谢大家 哦 朱孝强 我想问一下 你当时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农民主持人大赛啊 其实吧 我是陪着别人去参加这个主持人大赛的 到了这个比赛现场 我一看 这个舞台真漂亮 影响真真害 比赛呀 比赛呀很正伪 我这心呀就安耐不住了 我就立即报了个命 上场了 经过这个海轩 季赛 还有最后的终决赛 最后一步一步的搜上了这个冠军的包座 我很好奇啊 你参加这个主持人大赛的时候是凭借什么征服各位评委的 不仅仅要弄说会说 而且还要有各种猜疑 你这个有点自己夸自己 这个主持人啊 你有才你要低调 不能总在这张言 我很有才 我们三个主持人都有才 我们说了吗 对不对 你天使是法事实 你看看 小强 您听出什么意思来了 如果今天您不在这个舞台上拿点本事出来 还真就过不了这个关 这样 你就把你最弱的那个长相拿出来给大家亮亮相 你少来 你别在这当托 你再暗示他 你最弱那个实际是他最强的 对吧 我来现场的记性来点 要发坏 对 要发坏 你看你是来自山东的 你姓朱 我们都知道 在我们中央电视台 星光大道有一个山东的一个歌手 大家好 我叫朱志文 你跟朱志文是本家 你能不能唱着朱志文那首 《归归归长将董事谁》 哎呀 小强 加把劲 给咱们山东人争口气 争个脸 那我 甚甚吧 唱不好 大家多多担待一下 来着 滚滚长江东是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 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还真不错呀 行不行 俞龙 不是你说 我是不是点的是他最强的特长 你看看 发坏发到点上了 撞枪口上了 你说你今天不是来参加我们的颁奖典礼的 你是来抢我们饭碗的 要不然你站在这 我走好不好 怎么着 咱得把他这个拿手戏 最强的这个特长 看完了 再走 那我想问问你 平时你主持咱们这个农业节目 你是说山东话吗 就是方言 因为我参加的是农民主持人大赛 所以呢 面对的都是农民 我都是用假想法 对 你主持人你唱得再好 没有用 你得说得好 你能不能现场即兴地来一段方言的 天气预报 你给乡亲们报一段天气预报 给乡亲们报天气预报 走 这个天气的老少爷们注意了 下边 我给大家 伴伴姐妹的天 这个燕美人呢 还是 这个无风就火 姐妹请着起来 就有点刮风了 都办上火 那风就刮大了 刮的到处是不拖浪机的 撑不到上火 那就得哩哩哩哩的下小鱼 有没有能到这个 半横上 鱼都下大了 给漂泊死了 咱家后边那个小鹿 不得难停的呀 这个 老虎下的给喝嘛尿的呀 那个鹿都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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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不能走 咱抓紧事件 把地的那个大蒜啊 喇不来 别叫鱼咪咯 有没有这个 到河巴堂 这个鱼都停了 讲究了 我说的这些 就是咱姐妹一天 您这个天气情况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错不错不错 的确有点这个 煎饼卷大葱的味道 而且这味道啊 还很浓郁的 这下我可知道 为什么主持的节目 这么受观众欢迎了 那我今天就有个建议 那么接下来啊 我们就 让这位农民主持人 来开启我们 第二轮颁奖 好不好 好主意 好主意 我有点紧张老师 你不用紧张 但是我提的要求 不能再说 闪懂话 来 找一下感觉 好嘞 下面 将要凯齐历史 第六届 新农村电视艺术节 小康电视节目工程 颁奖典礼 年度优秀 对农电视节目 主持人奖 请看大屏幕 年度优秀 对农电视节目主持人 9号直播间新闻 录一班 大家好 我是陈三大 坐镇9号直播间 他是清醒的社会观察者 执掌大众秀台 他引爆一轮轮 追梦冲击波 他拒绝平庸 把进口前的每次亮相 都当成一次精彩的绽放 河南电视台新农村皮道主持人 周丹丹 话说的三国之心 这个刘备入传之后 他是一个少见的全能型综艺节目主持人 熟悉唱业作答 精通说学逗唱 他也是一个永远在状态的主持人 只要登上舞台 就能亮爆棚 开翻全场 他是观众的开心果 有效提升了一档盲牌 对农综艺节目的快乐指数 CCTV7农业节目 乡村大世界栏目主持人 傅玉龙 心存善念 第一时间行动就能得到快乐 他是功力深厚的新闻女主播 也是大型工艺节目的现场操盘手 他流露出的温暖和真诚 增加了这档工艺节目的体温 也有效对接了 城乡之间的情感互动 广西电视台第一书记栏目主持人 许飞 全新的二人论总统员 全新的东北电视二人论 他能够引导选手 以最松弛的状态竞技 也能迅速找准他们的情感焦点 他力图把观众 拉回乡土文化现场 让民间艺术口口传唱 吉林电视台乡村频道 二人转总动员栏目主持人 龚海 这天一热 大伙就愿意到凉快的地方去玩 他是乡村服务社里 热情好客的女掌柜 用东北大妞天生的热乎劲 向观众投授农业新品种 致富新主张 他用真诚感动黑土地 辽宁广播电视台 乡村服务社栏目主持人 袁锡 好的 掌声祝贺他们 下面有请颁奖嘉宾 河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仁海 河南省文联副主席 张建峰 为五位优秀主持人颁奖 好的 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 也向我们的五位主持人表示祝贺 其实今天站到这里 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 在这里我要向各位老师请教一下 就是给我说一说咱们能够获奖的经验 我觉得你首先应该多带给咱农民朋友 这个尊严 眼界和力量 让他们的人生更灿烂一些 我觉得应该给咱们农民朋友 一个信息的世界 让他们的收获更丰厚一些 我觉得可以给我们的农民朋友 更多的关注 让他们的明天更温暖一些 我觉得还应该给咱们广大的农民朋友 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 让他们的梦想更接近现实 一句话 给我们的农民观众带来 无穷无尽的欢笑 让他们的生活更快乐一些 说到让咱们的农民朋友快乐 我倒有一个提议 咱们几个一起去一趟 我们河南南考县的一个小村庄 为当地的老百姓咱们做一些 实时赛在的事情 好不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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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